如何跟人文研究相關的領域可以搭配結合的話 第一個你要思考 如何把人文相關資料 怎麼樣把它倒到eSale 這件事情 因為它是一個表格 所以你就勢必要把它變成表格的形式 這個是無庸置疑的 你不要說老師那可不可以改一下 沒辦法因為eSale就長這樣 怎麼改 這工具已經固定了 所以有的時候你不要問說能不能改 因為這改不了 因為他已經出來 像eSale他到 他幾歲各位知道嗎 他已經 應該年紀比各位大 他是1991年出生 這東西 所以到現在他應該已經有32歲了 1991 你們應該是19 沒有你們應該 你們應該是比較晚 應該所以應該是比較年輕的 OK 所以這個工具已經出現 這麼久的 時間的 然後改變 幾乎不可能 所以你應該要知道 他能夠為你 做什麼樣的服務 你要用他什麼功能來 做出你想做出來的結果呈現 只是說因為人文相關的研究 要量化其實真的是不容易 所以想到的方式 大概就是我剛剛講的 所以能夠做的第一件事情請你先把什麼 把那個資料 可能先算 當然第一個算出裡面多少字數 最簡單的方法就是 你把那個 就是 不管是 詩詞曲 或者是 一些文章 等等的 反正就去掉 標點符號 跟換行 跟不必要的東西 這是原子資料 你才有辦法算出什麼 他總字數 所以如果你們假設你也可以挑一個其他的東西 就可以算出這個 那至於要 怎麼樣把不必要的東西拿掉 這個就 很簡單 其實在Word裡面取代最快 有沒有取代取代 把必要的東西取代就OK了 那第二步的話呢 就是利用他可以做查詢 那查詢的話記得 其實你可以用所謂的篩選功能 這個篩選真的還蠻好用的 那你要篩選的話呢 就是利用包涵 這個裡面有個文字 有一個包涵 你就下一個關鍵字 它就留下來 OK 所以呢 這個是 第二個 用途 就是你可以利用什麼 把資料放進來之後 然後呢 你可以 但你要記得 一定要 把它先分開來 OK 至於要怎麼分開 可能你自己 可以再去斟酌 比如說按照他一個章節 一段或是一句 等等的把它分開來 那分開來之後的話 你再去找 找到那個部分 就是你要的那個位置 那再來的話就是如果我今天假設要算什麼 比如說我要算那個字屏的話 那第一個 你需要先把長橫哥 全部拆開來 有沒有 拆開來的方法 我們剛剛特別提到 用一個叫MID的函數 它就是 反正一次切一個字 然後按照什麼切 按照他的列號-1 就可以把它切 每個字每個字 所以 總共840個字 所以 你把它砍錯向下 它就會到841 因為有多一個欄位名稱 那我剛剛講過 這個欄位名稱 請記得 千萬不要省略 因為將來 如果你要做樞紐分析表 或者做篩選 其實它都是必要的 OK 不能省 然後呢 最後我們就可以利用 插入樞紐分析表 得到最後的統計圖表 然後我們就是 把這一欄 拖拉到單字 拖拉到列 這個叫類別 再拖拉到 這個值 OK 然後呢 得到的結果排序 排序 記得喔 你們這個優標一定要放B4 然後資料裡面的 Z到A 它就會 幫你從 按照 筆劃排序 改成按照它出現的數量排序 那最後如果你要把不要的篩掉的話 再利用值的篩選 找到大於 6 它就留下 就是 7 大於 等於是等於 7 到14的這相關的資料 最後呢 再利用什麼 利用那個 這個 樞紐分析圖 畫個圖出來 OK 那同樣的方法 但這個結果 能夠看出什麼嗎 其實可以看出它 可能大部分都是比較負面的 這個這個詞 那當然將來如果你要做詞平的話 恐怕你還是需要有個詞表 這個可能自己要再切割 那如果啦 假設今天我想換一個資料 比如說我想要 換一個 當然你們自己想想看有固定長度的 像長恨哥這個都七個字 像三字經 千字文 等等的 可是呢如果我今天希望 換個好了 我剛剛突然想到如果今天我換一個道德經好了 老子道德經 那我就在這個 上面 搜尋一下那個道德經 全文 那我找了一下我發現這邊其實蠻多的 可是哪一個比較合適 其實可能還是要找一下 那其中我找到有一個 就這一個 GRN5000 這一個應該還蠻前面的 在這裡 等於是找到第三個吧 這個 那你說為什麼不找前面的 我發現這個有點混亂 這個是中研院的 資料 他這個前面有多 一直 道德經貿 道德經貿 這個這樣要處理其實比較麻煩一些些 所以呢我就 利用第三個 這個叫 格林威治這個吧 然後這個資料的話好處 他甚至還有幫我們分章 有沒有第1章 所以你可以看到他的架構 從第1章到81章 OK 然後底下就有這些資料 那可是如果說 第一個我想要針對 道德經做資料的 關鍵字查詢的話 比如說你可以看到這個道德經 他關鍵字無微嘛 你想說到底道德經無微出現過幾次 我想要知道這個答案的話 那到底哪一些詞 或哪一個字出現字率最高的話 如果我想要做一個 統計的話 那當然勢必我們會需要 幾個資料 當然第1個 我會想要說把這個先變成表格 可是問題這個表格要怎麼去秀 比較OK 所以 第一個請各位想想看 你們可以找一下關鍵字叫 道德經全文 網路上 應該可以找到蠻多 我是找第3個 那你們看看有沒有 別的更 更適合的 OK 那我先用這個來練習好了 那點進來之後 你可以看到這邊有第1張 然後就是他的內容 第2張 他的內容 OK 那總共有81張 可是第一個需求是我要做 查詢好了 比如說我希望把這個 道德經做出一個查詢系統 那這個查詢系統就是我輸入一個關鍵字 他可以幫我 顯示 這個關鍵字 或關鍵詞 出現的章 出現的那個 在哪裡出現過 幫我列表 那這個地方該怎麼做 所以第1個 如果你要做這樣的需求 第1個當然一樣 要先把這些資料 先轉換成一個表格 這個表格 那我稍微秀一下 應該是長 類似像這樣子 我已經在雲端牌有放個資料 我剛剛有把它轉了一下 就類似轉為這個表格 第1張 這個 第2張 這個 第3張 總共有81 所以如果有這個資料的話 假如你已經有轉完 只是說你要怎麼轉 我等一下再來看 如果你有這個轉完的資料的話 那你 只要是個表格 我另外再開一個空白的 空白的文件 這個就 做那個道德經驗很小 那你就直接 可以把它貼到Excel就OK了 因為 Wall的表格 跟Excel的表格是相通的 那只是說你貼過來之後 你可能要注意幾件事情 第一個 還是要注意那個欄位名稱 因為 如果你轉換成表格 它這邊是叫 章 這一欄 就是什麼 章節 然後這個是內文 所以 我是建議你貼上 你可能就貼到哪裡 貼到A2 假如我這邊已經做完了 那為什麼要留第一列 這邊可能要自己再打上一個什麼 貼的時候還順便 貼的時候 貼的時候 我是建議你最好用選擇性貼上 然後選擇性貼上 因為你貼你會發現剛剛有很多格式 也會同時出現 我是比較推薦你用選擇性貼上只有文字 為什麼 因為文字裡面就不會有格式了 看一下 那就會變得比較簡單的 但是它好像 它就沒有辦法幫你變表格 不然我們就先貼好了 貼上之後 再把這個出體字拿掉 看起來OK 再自己再改一下 然後另外記得 在上面要加上 欄位名稱 比如說這個叫章節 那這個就內文 那如果說你假設已經做好 這個資料 OK 那其他 它的什麼欄寬列高 其實如果你要再調 你就自己再去設定 像這個好像 列高太高對不對 我的習慣是這樣 就是把它選取之後 往下拉 拉到最下面一張 81張 然後按SHIP鍵把它全部選起來 然後再選擇什麼 讓它列高 自動調整到適當的高度的話 其實在常用裡面有一個 一個叫做 一個功能 格式吧 裡面有一個叫做 自動調整列高 它就會自動幫你調好了 你就不用再 自己慢慢去調 因為你會發現 列的高度 實在太高了 但是你要一個一個調 太花時間了 倒不如你把 這個範圍的列全部選起來 然後自動調整一下 看一下它會不會自動調整 到適當的 OK 馬上就自動調好了 不然的話你要怎麼調 慢慢慢慢拉 好 調完了嗎 OK 所以 我習慣上面 藍位名稱就給它不一樣的樣子 比如說填一個黃筆 然後紅色字 然後 將來如果你要做查詢系統的話 那很簡單 你就資料裡面 再做篩選 這個地方你就可以下一個關鍵字 比如說你想要找什麼 道德經裡面 到底它常出現無微好了 無微 哪邊有出現 哪些章節出現過 這個時候 你就篩選 輸入無微就可以了 有沒有 以前要查 沒有查詢系統 自己做嘛 OK 按確定 你會發現它都列出來了 其實在這些地方 就是有無微 當然這邊會出現 只是說你可能還是要 自己下去找找看 你說老師那可不可以再分細一點 其實可以 可是就是說 你將來再切資料 像我們是一張 放一個儲存格 可是如果你要再細一點的話 其實你可以 把一個句點 一句 切一個儲存格 那將來查到的資料 就會很細 所以這個查詢的話 取決於你將來放資料 的那個切割方式 所以這個可能自己再延伸吧 總共就是這些章節出現 無微 那當然你可以看一下前後文 到底這無微出現的時間是 什麼 到底它道德經裡面叫我們無微 是真的就是什麼都不做嗎 你可以看看 OK 所以這個自己在 其他的話呢 把它恢復 OK 好 所以 第一個 我們如果假設 我希望能夠把剛剛網路上面的道德經 能夠放到Excel 變成可以查詢 的這樣的結構的話 那我應該怎麼做 首先的話 當然 我剛剛 跟各位提到 你可以用 關鍵字 查一下 倒德經全文 我應該是第幾個 第3個吧 我這邊顯示第3個 那找到之後的話呢 如果要把這個資料 變成 剛剛的表格 其實 首先當然你想說 老師那我用Excel 來 轉換會不會 比較好 其實我跟各位講 像這個資料 你用Word來轉 可能會 比較容易一些些 那如何用Word來轉 第一步 請你把第1章到第811章 這些資料Ctrl-C 接下來的話呢 你可以找到Word裡面 打開一個 我們目標是變這樣 那怎麼樣可以變成 兩藍的表格 首先的話你把它開一個空白的文件 然後把它貼上 貼上之後你 奇怪怎麼字都變不見了 因為你貼的時候是有格式 所以你可以看到智慧標籤這邊有一個 這個叫只保留文字 我是建議啦 或者你用選擇性貼上 只有文字也可以 這個時候的話呢 它就會 只留下原始的資料 而不會有任何格式 OK 因為它這個資料是從網路上來的 它可能字本身 就已經是 白色的字 OK 記得 或者你可以用 這邊有個貼上 選擇性貼上 或者這個也可以 把它貼上 好 第一步 你貼的話 請記得貼到Word 接下來的話 第二個 我要把它變表格 那怎麼變表格 各位有沒有發現 它的結構是 每一個資料 跟資料中間 是 兩個換行 可是要怎麼把兩個換行 變成 一個表格 所以請各位先試試看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那我們第一步 就是 希望能夠 先把網路上面的資料 把它轉換到以SEO 變成一個具備能夠 簡單 可以 查詢的 一個功能 OK 試試看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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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